因為當我們對父母親還有怨懟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心是有缺角的 所以放下對父母親的怨懟是為了我們 是為了我們 那我們的父母親他們有他們的功課 他們有他們需要對某些人放下的怨懟 那這個時候就有有趣我們就會想 我們的腦袋都很聰明我們就這樣 有我已經放下對我爸媽的怨懟 但是我爸媽他還沒有放下對他爸媽的怨懟 那怎麼辦 那我要說那沒一個帥 那真的沒一個帥 他們可以對任何的人懷有你的怨懟 一直到他們想改變的那天為止 也就是想這樣子的話 我只會跟來聽演講的人說 因為你們會買一定是你的心有這樣的召喚 你會想要跟我留結 大概知道我在這條道路上走的方向 那只要你願意 只要你願意迎向那個方向 那我非常樂意跟各位分享我們可以怎麼做 但是如果有一些人他還沒有準備好 就讓他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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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回家這本書 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 最大的目的 如果我們都可以 願意放下對父母親的怨懟 曾經有人做一些研究 而我還蠻相信的 因為我母親在要往生之前 也有這個現象跟狀態 那我常常用這一個故事來嚇大家 有人做研究說 我們要往生之前 最後一句話 最常說的一句話 是什麼 各位猜猜看 有誰 對不起 對不起 還有呢 我愛你了 還有呢 還不想走 還不想走 還有呢 你們想到什麼 啊 來生再見 來生再見 早知道 早知道 根據一項研究顯示 他們說 我們要往生之前 最常聽到患者 就是要離世之間的人說的是 媽媽 我來了 就這樣媽媽 媽媽我來了 不要這麼興趣 媽媽 媽媽 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 我們的第一個愛人 就是媽媽 所以 要往生之前 的那個 呼喚 也是媽媽 那我為什麼說 我要嚇各位 如果說 這個研究顯示是真的 那 那表示 你喊媽媽 如果喊到的媽媽 是讓你一想到媽媽是很甜蜜的 那你會去的地方 一定是天國 對不對 想到媽媽是甜蜜的 然後 就這樣回家了 如果你喊媽媽 如果心裡面還有很多的怨 那你覺得我們要去的地方 會好嗎 會 我把這個 雖然 這是一個小小的故事 但是我真的把它 放在心上 因為 我知道我們跟母親的年紀有多深 因此 我現在 我很早以前 我就開始在做準備要離開這個世界 之前 我要 帶著的心態 態度 跟 那個心情 我一直在做準備 所以在每天的生活裡面 我盡可能的 把自己的 那個 怨氣 盡量的 讓自己 減少 那些怨氣 盡量讓自己能夠處在一個想和的狀態裡 盡量讓自己 能夠有一顆 人慈的心 我希望我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 是可以帶著那份祥和和平 然後帶著一顆對這個世界很深的祝福 跟感謝 跟感謝 你愛 所以 對我自己來講 我為什麼可以跟各位做這樣的分享 是因為 我很清楚 在我還沒有放下父母親的願對之前 我的生命 跟我真的完全放下對父母親的願對之後的生命 那個差別真的是天堂的第一 我也希望我們各位盡早頓悟 盡早活在天堂裡 盡早活出那個璀璨 開闊開朗 沒有怨的那樣的生命 所以這就是回家這本書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根源 另外一個就是 當我對我的父母親還有願對的時候 特別是我父親 在我剛開始的時候 並不知道這些心理學的東西 或者是剛開始的時候知道 但是還做不到 那因為 我渴望活出那樣的生活 老天爺就會 給我機會 帶領我 所以從我 真的 放下對我父親的願對之後 我跟我的先生 才有可能有一個友好的關係 也就是 我們對父母親的態度 還有我們對父母親的那個 那個 情緒 它的確會深深的影響我們的兩性關係 如果我對一個 對我自己的父親 有抱怨 我對我的父親有恨 我很難珍惜我身邊的男人 它相對於 會是困難的 會是困難的 那我談到的這些都是 很多都是來自於我自己的親身的經驗 在我手上有一些 朋友 提了幾個問題 在還沒有提問題之前 我想 先讓現場的幾位朋友 發言 好 我們就開始 我也想多聽聽你的故事 如果說 我今天在這裡可以把我自己的一些經驗 跟各位分享 那也不要我自己一個人在這邊講 我更想要知道說 你的困難在哪裡 你也許透過 你自己把話說清楚 其實你也就看不到答案 所以我想邀請各位可以先坐 分享一下 太好了 謝謝 謝謝